厚鳥那事情很荒謬 我觉得陈主委讲那句话 你今天如果你在网路上去找那个什么H5N8中心大学 他们在1月14号就做了一个所谓的那个问答 H5N8跟新型H5N2的问答 里面他有提到一个哦 这是中心大学收医学院 然后他们的一个问答 他们讲说如果你把那些什么来源推给厚鳥 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东西是不对的 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一直在认定说那是厚鳥 可是你就会去忽略其他的可能性 因为根据欧洲 欧洲德国那边 他其实他们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可能是野鸟没有错 可是还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原因是走失 欧洲欧盟他们自己都做那个研究调查 所以中心大学的那个部分 他就讲了那个部分 说你不应该把他推给厚鳥 如果你一直推给厚鳥表示说什么 你会把其他来源的可能性 把他排除了 这不对 这不是一个防疫之道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看到他不断的把他推给厚鳥 中心大学去打珍宝基的脸 如果你一直把他觉得是厚鳥的话 你的防疫政策会错误 如果你觉得说是厚鳥 然后你想说好我们就来围网好了 可是你后来发现既然是走失 你围网有个屁用 你的防疫方针会错误啊 所以你不应该去认定 比如说我们看到2004年那时候的防疫政策 他们就又赖给厚鳥嘛 所以那个政策是什么 就是围网嘛 结果你看围网到 那个整个 后来你看整个防疫方针是错的 王正成副主委 那时候讲说我们是1月5号得到情知 然后才去抽检 可是不要忘了他是什么时候 他是12月12号大量死亡 然后大量死亡 他们是把检体送到哪里 送到屏东的科技大学的保健中心 家庭保健中心 那个是农委会设立的 防检局设立 在台湾有四个保健中心 你把检体送到保健中心去的时候 你要写病例 就如同我们去看病 医生要讲说你现在状况怎么样 他一定是写说 我最近死了2000支 他就登录 你12月12号登录 农委会竟然都不知情 防检局都说不知情 非得要等到1月5号 然后得到情知 然后他又讲说 我们看到画质场有异常的 异常的那个量 我们才去抽查 那你看啦 好啦那画质场 12月12号 你1月5号才去看画质场 那你平常在做什么 根本就是堵直嘛 你的防疫神经根本就是断裂的 崩毁的 我觉得现在应该要做的部分是 既然你都已经承认 旧5号已经在地 就是已经在地化了 那我觉得说你应该 现在不应该分心旧 不应该分心旧 如果只要发现H5型 就要赶快处理 因为你既然 好你说已经瞒了那么多年了嘛 现在已经好不得已 都已经把他讲出来了 那你就应该去处理啊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新的525853 他才见价全额补偿 可是如果是旧的5二 他还是6成 那这个部分 你为什么要切割 你切割 这个部分切割变成说 好 如果我是照所主委讲的 现在绝大部分都有5二嘛 对不对 都有5二 旧的5二 那农民想说 我才补偿6成 那我不要通报 我就跟你读读看啊 就是这样的状况啊 这绝对不是防疫之道 这不是积极的防疫 所以如果你既然都是这样子 其实我们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问题 我问各位就好了 现在目前新的5二 旧的5二 跟5853 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都是高病原型流感啊 然后低 他有的是低跟高 要变化的那个过程 可是如果我们再回到日本 以日本的那种 这么多年来 他们是怎么做 只要SH5或H7型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或世界卫生组织 规范的这个要去通报 因为他很容易变异 不管高低 病原 一律扑杀 所以你现在根本不应该去区分旧心 尤其是旧你都承认是已经在地化了 那你不能 你这样子还怪给业者 那你为什么 业者应该要 申请国家赔偿才对啊 你们那么多年没有办法把病毒扑灭 病毒在那边我在那边养 然后我得到你还指责我 到底谁不对啊 农委会应该要去负责 那些病毒不会藏在石头里面 不会自己蹦出来 你怎么都不会见到自己说 对 我们没有做好防疫工作 才会让病毒在地化 那个监测 其实卫福部要跟农委会拿 都拿不到 他们说都是机密 你看 我们看到在地化的那个过程是什么 他们每一年做都是机密 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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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密到最后就是什么 在地化 谁敢 谁怎么养啊 养一定会得啊 H5N2旧型一定会得啊 那你如果是按照这样的思维在做 新的H5N2 H5N3 H5N8 你再过30年 不要过30年 再过两年后 我们现在又讲说 这些都是旧的 因为我们现在有新的其他的部分 不是这样子 防疫工作真的不是这样子做